不要提出方案 因为我们不想再拖了 希望今天事情把它解决掉 大家拖离那边没有意见 那你替台湾怎么说 我讲过台电到现在 这么多年来 没有主动开过这个说明 是不是两个月之内 我们把这个路径连理出来以后 那我们跟里长一个时间 我们先大概课一下 稍微了解一下 哪些需要再做调整修正的 11月21日召开的 玉里东风台电电塔协调说明会中 东风里里长 特别向台电的代表人员表示 希望台电拿出诚意 向当地居民承诺 要把电塔搬到其他地方去 或者是停止新建 才能解决居民疑虑 台电代表也在现场回应 两周内会完成 不过现在两周期限满 台电没有提出具体的替代方案 居民再度反弹 台电那方面是说 给他是四天的时间 那我们也同意了 可是今天已经第十五天 十四天的时候他来了 来了我觉得毫无诚意 可是台电以这种破坏性的 这个建设 对这边完全没有帮助 所以站在东风里的立场 我们是坚决反对台电的电塔 在东风设置 请他离开 台电在玉里东风里 新建超高压电塔 主要是为了往后输送封兵 长冰箱的电力 计划电塔设置地点 从玉里镇横跨修谷阮西 进入到整个东风里 从台东县长冰箱长冰村附近沿着山脉 一路往北送到风冰箱台十一线 约四十四公里处 未来会连接风逼变电所 未来会连接风逼变电所 将电力往南北输送 原定台电规划在东风地区 要新建的电塔就有十多座 当地居民表示 东风地区以农业为生 目前正经济转型为休闲农业区 不过又听见要新建电塔 担心会吓跑游客 影响产业发展 不过两个礼拜期限到了 负责工程单位的台电北区施工处 拒绝接受采访 表示替代方案还在协调当中 不愿对外回应 记得法务花联域里采访报导 产品 不愿意